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命令士兵大肆屠杀并放火烧了秦宫 大火一连烧了几个月 他们掠夺了大批的金银财宝和年轻妇女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把财宝和女人统统送回楚国 这里是关中地区有险可守 而且土地肥沃在此见度可以奠定霸业 人富贵了应归故乡 富贵不归故乡好比衣袖夜行 谁看得见 怪不得人家说楚人不过是幕后而冠罢了 果然不错 事兵 给我把他烧死 气死我啦 项羽命人把那人丢入顶货 活活烧死 木猴是猕猴 常与木猴而冠就由此而来 拜拜 拜拜 拜拜